马上给我开门 我知道你在家 我在楼下看到你 不会亮灯了 哎 干嘛呢 啊 你就是冲冲的室友吧 我是他男朋友 你们不是早就分手了吗 我当时说的都是气话 你帮我开一下门 我当面积事 小语 你别开门 我不想见他 你也听到了 还是请回吧 再不走我就叫保安了 行行 你厉害 我走 他这是第几次纠缠你了 好多次了 前几次都到公司 换了工作事后 请回家里吧 以后你要下夜班 快到家时给我发消息 回去小区能否见你 我们一起见我 小语啊 这种事一定要注意安全 知道了吗 很容易会出意外的 你放心 我室友已经回家了 小语 我到小区楼下了 现在都没有人见我吗 从中还在楼下 那在卧室里的是谁 既然被你发现了 发消息 让冲冲回来 是第一次来我们家吗 你说什么 敢杀我 开门给我开门 开门 小语 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 就跟大庄一起上来了 你就是 没事 你俩来的 这不是事吗 小语吗 这花是您的 谢谢 不是说放在说话室就行了吗 那不行 客户丁主要交到你手里 大浪钱你自己下楼拿了 你等着 我马上给送过线插进 别啊 是我没告诉他具体地址 那你把具体地址告诉我 下次我亲自去送 再说吧 别老让你货费了 是你刚认识那个网友算吗 我说连认识都算不上 你信吗 小语 我是昨天在群里加你好友的 你还记得吗 有印象 我看了你帮的这样的照片 在哪儿线下交个朋友啊 线下就算了 我们还是当网友吧 然后他上午突然来电话 说要送礼物给我 你不会把地址告诉他了吧 怎么可能 我朋友圈有一张 小区门口拍的照片 还好他不知道具体地址 喂 小语你是吗 我是上次的送货员 客户这次又有一份礼物要送 行 那我去拿 好的 我在楼下等你 都说了多少次了 我们还不熟不要再送东西给我了 小语 我又没有别的意思 喂 喂 你是说他一直咋办送货员来找你啊 其实我第一次就怀疑了 谢谢 送货员的交通工具 主要以电动车或摩托车为主 很少有乘坐私家车送货的 所以我通过卡片上的信息 找到了花店 查询过后 确定了这家店 当天没有线上的花店 所以 给我送花的人 会是谁呢 诶 既然你说他 他算帮我四百天里的住址 喂 送货员 好好好 你把地址告诉我 小语我到了 找我媳妇干嘛 小语结婚了 废话 昨天刚好一致 下次找他先找我 明白吗 搞定 下次有人再来 还帮我家地址就好 两个你先发 应该彻底能把她面相断了 小语总算来了 冻死我了 怎么把自己锁外面了 唉 别提了 上午有外卖员给我打电话 喂 你好 你的外卖到了 外卖 什么外卖 我没点外卖 这就不清楚了 我只负责送货 你先下楼看一眼吧 等我到家之后才发现 就一个下楼的功夫 不知道谁把门给我关上了 喂 小语姐 我真谢谢他了 那就是刚才那个外卖 别提了 都是破外卖害的 你看 空的 为了一个不知道谁给我对的空盒子 被关在外面这么久 等一下 你平时出去拿快递外卖 都不关门的吗 就下个楼几分钟 足够一个人进门了 你是说 如果是熟悉你生活习惯的人 你需要趁你下楼拿外卖时 利用这段空隙 那他怎么知道 我什么时候出门呢 那个外卖员 他回去了 你们在撤 他们是一伙的 一开始的会就是让我出门 你确定没点我外卖对吗 嗯 不对 如果真像你说的 有人趁机进了我家 他走的时候 干嘛把门灌上了 把我灌在外面 对他没什么好处吧 是你想多了吧 你们 如果你回来的时候 他还没来得及出去 他会怎么回来 你要干什么 哎呀你放心 我现在已经到房间门口了 进去后记得把门锁好 挂好防盗链 听到了吗 啊 哎呀知道了 你能陪我一会儿吗 呼噜打了根猪蹄 真的 我去喝 我去喝 还说梦话 还好没让他过来是 想我一跳 这个声音是 放线你的 是花园酒店吗 快叫人去303 我朋友有危险 醒醒南南 南南 醒醒 小玉姐你怎么来了 什么都没看见 好的说到 都检查完了 没有人进来过 不可能 我真的听到了说话声 虽然听不清声音 但应该进来两个人 他们 监控那边说没有 而且我在楼下值班 也没看见有人上来 嗯 好吧 那麻烦你了 走 今晚去我家睡吧 不是说没有声吗 有 这个话 就不进你房间那个座 小玉姐 看够了吧 快走吧 我去啊 好险 还好你今晚 一直没挂电话 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 出席座酒店 一定要挂好防盗链 就是不停 电源插孔这些地方 是最容易藏 摄影图的位置 见面就下次吧 我这次过来 只要是出站 知道你忙 所以我专程来接你 上车 前面优管就到了 你去过房间了 哦 没有 我一餐一句 没来就找住宿 所以就提案 给你准备好了 多谢了 唉 老同学了 客气是吗 啊 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 我先回去了 那路上慢点 来 房间不错 多谢了 房费我已经转给你了 酒店并未标明 房间的排列顺序 他却在下电梯时 第一时间指出房间的方向 他为什么要强调 自己没进来过呢 愣着干嘛呀 该洗漱了吧 电源插孔这些地方 是最容易藏 摄影图的位置 唉 别呀 喂 前台吗 请问一下 开311房间的李先生 嗯 喂 前台吗 请问一下 之前来过房间吗 311房间对吧 如等 我帮你提号一下 好的 谢谢啊 我们查过了 才开完房间所 没进过房间 我 你说什么 你在上车 有没有检查下车的 我给你倒了 这个人 我见过 小雨 你帮我看看 我的包是不是在家里啊 不是在车里吗 我记得也是 唉 算了 我查一下 行车记录以外 你直接看 昨天下午四点左右的 我记得咱俩下车 你顺手放在车架上了 奇怪 怎么会不见了吗 你在上车前 有没有检查下车里 我 喂 真的见吗 老实点 别动 小焦 你怎么了 喂 我没事 小雨姐 没事 你确定 嗯 别 就说有只虫子飞进来 把你吓了一跳 嗯 虫子 对 这个季节怎么会有虫子 我知道 我们太怕虫子了 那你找到包了吗 包 哦 被我男朋友拿走了 想不想 萧萧没有男朋友 他现在一定说话不方便 用这种方式 暗示 您好 麻烦停一下 有事吗 车太别了 很开车 太不住眼睛 你自己下车看看 怎么样了 让他跑 您好 麻烦停一下 你自己下车看看 不过趁着记录 遇到他这样子 这个人 我见过 中文字幕处理